19号以来 河南多地连降暴雨 致使多趟列车滞留 临时停靠折返 铁路关机关启动应急预案 及时维护车站列车秩序 疏导转移滞留的旅客 20号16时序 包头至广州快599次列车运行至京广县郑州南阳寨至海棠四区间时 火车司机发现水慢钢轨后果断停车 但因持续暴雨导致路机下沉 该列车前几节车厢不同程度发生倾斜 茂雨寻查线路的海棠四站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在与城京长列车长商量后 决定立刻将前面车厢的旅客转移到后面未发生沉降的卧铺车厢 转移过程中 民警与工作人员一面观察陆基下沉情况 一面组织旅客有序转移 晚上7点 500多名旅客被成功转移到安全的车厢 然后将受灾车厢脱钩分离 剩余车厢临时停靠南洋寨车站 中午12点 快599次列车返回新乡 所有旅客无人伤亡 在洛阳 由成都开往北京西的快118次列车停滞在白马寺站 期间 城景和列车工作人员全力保障列车秩序和基本生活功绩 凌晨3点 向关林站折返 上午10点列车到达 自愿下车的旅客在城景和列车工作人员的组织下有序下车 14点35分 列车从关林站出发返回成都 在交错站 临时停靠了太原开往上海郑州方向的高3143次 动3351次等四趟可车 交错站派出所民警配合车站工作人员 一方面耐心安抚车商旅客 一方面对滞留旅客开展有序转移 截至到21号11点 800余名滞留旅客全部成功转移